以現在台南市的一個天氣 看起來算是還蠻不錯的 溫度沒有像中午這麼的高 主持人裁判是陳忠信老師 變成裁判是曾鈞薇老師 二壘審是范園幹老師 以及善壘的陳乃瑞老師 今天新無法安排的先發投手 洪安生 是非常實力的投手 而且每一年選秀 我記得去年就有在討論他 願意加入 確定球員的變動再來 這個可能是內安打 打了 黃俊傑這個球 這個都被認為說是 也有挑戰指棒實力的 能不能雙殺 這球先短拋再送一壘 但一壘這邊送的比較高 這球在中間反手沒有接到 這裡有傳球耶 碰到擋下來了 這是在球場上打籃球了 這個是傳到前衛的林志剛 我們看一下 沒有接好 沒有接好 他是這麼傳的 真快 是背後傳球 是 左邊 這個球三壘手接到直接 送二壘來結束這個半局 這場比賽來觀察一下泰勒的狀況 好 這球被壓迫到 看一下補位的速度 不錯 沒問題 算是 有這個企業來維持這種 合作 一百四十七公里的速球進來 我們真是揮 打第一個球 有幾手的正面 沒有什麼 做觀察 二局上看一下正球 有 借傳非常的順暢 教練今天不在 是 人家可以自己 freestyle 一點 哎呦 哇 哇 哇 好 炮者走了 但是這個球 沒有傳 來 林書毅以賽 其實在前半段就靠著一個 講所謂的 策略性的 打擊 哇 這球撈起來 看一下外手 沒有辦法 這球落地 形成立在阿倫達 二壘的跑者 林書毅的腳程 自己 而且剛剛這個球是投到 他的打擊機制動作的過程當中 動作其實有被 有幾次的修正過 可能還在找最適合自己的模式 結果馬上 這邊敲安打 好 這球碰到左半邊 又是安打 而且抓野獸 哇 這個嚴重失誤了 哇 那這個 這個球漏掉 一口氣分數都要回來囉 黃君麟也來到三壘 而且黃君麟的這個打法 哇 這球又是安打了啦 嗯 林志剛也敲安 連續安打 從林睿俊開始 宋神睿 黃君麟 現在林志剛 在裡面 是 哎唷 抓到了喔 但是跑二壘 哎唷 要挑戰嗎 這球看一下 直接接殺 對 這個 四分再四分進來 更不怕你打 沒有可能是你就打 打這麼強 我都沒有國高中步 那如果同時間練球的話 中間有這大網子架起來 就很方便 哇 這一球 兩人出局 這一棒 再反方向來看一下外手 幾乎是 動都沒有動 對 左邊方向 這個球 哇 出手有一點點 這一棒 咬中 哇 這球其實打得很好 其實打盡於是慘口 看一下這球 三連手的數 在傳 一雷抓到 主題上他是被解殺是出局 但是內容是非常好 哇 他這個 這個球 陳又中 哇 直接搖中 打到 非常深遠 打在拳力打牆上 又反彈 打到拳力打牆 這是今天新復發隊的第一次安打 新復發不錯的一個機會 這球打得高了 看一下洛提 托機手 這邊 看起來是 這球在二壘手的正面 選擇傳一壘 一壘手 軟手才這樣傳歪喔 這球來看一下一壘手 接到之後自採禮包 視覺上半看到林舒逸 這球 不是喔是直接打到 內串的內角球 有時候轉身 一局碰到那樣的狀況 後面沒辦法很快地回復 也要看 Q復發這邊 這邊又會多掉壘包 二三壘 有了 這邊好重 兩個球反過來的話 可能就會有好的效果 這一球一壘手接到前傳本壘 這局就是這樣子 在投手的部分是換上的林宇翔 這球打高 在右邊方向的飛球直接進手套 滾地球 三球接到往一壘送 這一棒打得滿扎實的喔 結果 在全打牆前 落地形成了二壘安打 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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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手接到之後 傳一壘 出現 那你可能打擊手他要帶厚一點喔 這球 就是一個超棒棒的 被普投幣是打擊打擊練習的這種場地 我記得台南這邊有 內角再走一個 上完後 有效的解決當時 還有裡面的旋轉機 然後這個 小飛球 這一局很成功的投球 五決下半 五決下半 先發了進攻打第一顆球 就形成了安打 打穿了游擊的防線 至少都是有碰到球 馬上來 非常好 考上的是算第二志願 這一球 哇 但是傳二壘 這邊 這個動作 這樣子 再丟的話 當然是不行的 高球 雖然沒有 還是要高球 打一次好球 沒有問題 而且這球速度蠻快的 這球沒有球加棋 這球是沒有出棒的 在心態上不知道 球加棋當時的 這一棒 打穿了 游擊手撲下去 沒有接到 那這樣子要掉分了 幸福發 一口氣回來兩分 本場比賽 總算到 這一棒 看一下撲下去 又是安打了 這球是引進去打的 很有技巧 球是落後給投手 底下 這一球 在右邊方向 接近手套 新發這邊換上的 第三任的投手 林維基 這一棒 打到中間方向的飛球 進手套 撈起來 在左半邊 進手套 去研究他怎麼樣把他後軸心側的力量用得更好一些 這半局三個飛球出局三上三下 回到比賽的現場 在這場比賽目前兩分的一個差距下 要進入到六局的下半 現在是 新步發 要來進攻 看到換上門拖手套 這次我來看一下三連手套 傳一連沒有問題 這個棒球 講座 就有提到 那個 就是現在 滿強調的 你力量鏈的 核心關節 就是 髖關節這邊的一個運用 這一棒 看到在中間方向 最後是落地形成的一次安檔 陳友宗今天的第二按 在用訴求擠壓 效果打到 對 那這個球應該是主局 左阿爺的飛球接上 看到 小花這邊投手 換上的是高維強 直球走外角 這邊是老 147 這個球 來看一下 墊步 打第一個球 在右邊方向 看起來 應該是被鎖定住 接殺出去 祥妹 來 來了 這球稍微調整一下 投球的過程 這局我看到的是前面我們講的這個吧 放著有點輕 要考驗一下,速度要快,傳一雷 打著 對他的 變化球被引誘到 猶豫之間 收棒也來不動 馬上這個滑球就來了 現在手接到車往一壘送 也是繼續要來做出換投 換上的是林皓瑋 哇 這球很犀利 速球好像有很好的破壞完之後 不然那一個變化球 這很明顯 直播間看可不可以把它調出來 這個球在二壘的正面 接到雞蛋球 總先方向這個球 最後是形成了安打 現在還是有蠻多可以探視的空間 這球滑 二壘手沒有攔到 金家居 這裡又敲出了一支安打 連續兩支安打的串聯 現在空站一二壘 郭俊龍 沈亞也帶過蠻多支城邦球隊的 結果恢復三陣 抓到第三個初局數裡 結束這個半局 待會是八局下半 要看到形部發的警方 這樣 非正統這種三級科班出來的 沒有代表性的一位 職棒投手 縮著手打 這球 一手把投手打在外頭 喔 這一棒安打出現了 又在左邊方向的一支安打 比較多啦 中線球員 這球有幾 彈跳的計算蠻不錯的 再傳一雷的Double Play 哇 這個傳球接球的動作相當的流暢 順利的抓到這個雙殺 來結束這個半局 撈起來 健高不及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機會 就是游擊手來接 安打的紀錄 打第一個球 這球打算蠻扎實的 在中右半邊方向的外距落地 今天的第三戰 起跑了 這球傳二壘應該是來不及 傳的也比較偏 三個外球沒有好球 最後是 我覺得這球是 銀志剛自己在準備的時候 那個timing 一樣是在城棒這邊 算是蠻有資歷的 沒有經驗的選手 這球打到右半邊 最後是移動的 要來封鎖 進入放到最後的整個半局 哇 保送了 追平分要上來打 那這裡換上了代跑 穩定球出現 來看到這球 短拋二壘 再送一壘 這邊是 Aldo 好像真的 幾乎同事 對 所以維持一樣 是原判出局 那個信心 我只能說 最後這一個跨步 揮空三陣 終於兄弟二軍 就是以 五比三的 兩分的差距 擊敗了 台北幸福花隊 因為 年快樂 幾乎